Lio 聊世紀 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條斗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條斗人 條斗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農田非常便宜 而且團隊加成可以讓隊友擁有抗招響的效果 所以條斗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跟步兵 因為進防到城堡時代都會加一 那到了地方時代會加二的防護力 那條斗人他的打法還是蠻多元的 不管是要打塔攻或是寶盔 還是要打火炮、火槍、重頭都可以 條斗人實質上算是一個蠻全面的文明 除了攻兵路線不太行 其他部分都是能打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蒙古人 那蒙古人最大的特色是吃野味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吃野豬、羊都是最快的 那蒙古人的馬攻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那他的大陸馬還有草原騎兵 還有血量加成 所以後期比較常看到蒙古人使用草原騎兵或是大陸馬作為前排 後排使用自己的蒙古廚技或是重裝馬攻進行輔助 那蒙古人的打法呢 在封建時代還是有打這個奴兵 小宮轉奴兵的打法 然後在後續轉草原騎兵或駱駝 然後地龍時代才轉馬攻打法 所以蒙古人到底要怎麼打 其實蠻看操作者的應對 還有這個情況的改變 所以也沒有說這個遊戲這個文明一定要怎麼打 這個流程來說還是會有蠻多變化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封建時代的選擇 那我們先看到Hera這邊是把羊趕一趕 趕了剩下一隻沒有繼續趕 好先看一下圖 看一下自己的第二隻野味在哪 那蒙古人的刺吼是也是非常廣的 所以他在前期蒙古人燙圖是稍微輕鬆一點點 比較不會沒有探不到資源的問題 好那這邊看到YO 喔那這把是Hera對上YO 那最近兩位選手很常在天梯上遇到 畢竟這兩位選手能遇到的對手也不多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YO這邊是點下了織布技術 那蒙古人點下了封建時代 17匹 兩邊都是17匹 哇靠然後Hera這邊有個細節 他偷了織布技術啊 血量只有25滴血 這樣更早可以升到封建時代 那Hera打一個17匹應該是要打漏馬 這個極限漏馬開局 那YO這麼早上封建時代有可能是要來打塔弓 OK果然是來打塔弓 條多人越早出門 越早升封建時代 打塔弓的機率就越高 因為他想要在第一時間 對方還沒有買射箭場的時候 插下第一根箭塔 會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好本來這個軍營可以蓋在前方 結果YO直接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到前線作戰 直接把Hera的軍營給打到殘血 然後Hera直接選擇取消 好 畢竟如果這個軍營就算蓋起來 很容易被拆掉 被拆掉的話 待會要按下長槍兵就很困難了 好 那這邊補一下 那軍營待會要補槍兵嗎 還是不補 直接補弓箭手還是肉馬呢 這裡是待會要去思考的問題 Hera這邊也是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跟YO直接應戰 不想讓對方有插箭塔的機會 直接春鬥起來 這隻村民3滴血 老幹快跑 赤猴趕快追過來 想要來收刀嗎 但最後一拳打掉 YO的赤猴直接倒地 但是也順利拿下這隻的村民 好 那左邊YO還是成功建起了一個箭塔 上面Hera也是馬上起了一個箭塔 去做反擊 好 下方打一打 YO的村民越來越少 塔供那一方的玩家 居然村民是越打越少 反正是Hera這邊拉了很多村民一直在打架 雖然看起來Hera很傷 其實實質上 更傷的是YO這裡 這一拳打下去 完蛋 Hera的赤猴也倒了 好 但這裡還行 Hera這裡有成功把村民在下面 可以進行攻擊 這裡拆除箭塔速度會很快 好 拳套就去扁 好 拳 這裡拳擊賽 直接開打 用這一隻村民去吸引箭矢的傷害 反正沒有單道學 一直移動 就不會被打到 OK 這裡成功拿下 Hera這邊成功守住了YO的前期 極限10CP塔攻 這個YO要是隨便插一個 一般的玩家 1800分或1500分以下的玩家 應該是直接秒殺了 想到Hera解的輕輕鬆之後 原來對應方法 就是要拉很多村民喔 直接跟他對幹喔 跟他對幹的結果 看起來是不錯的 好 那YO這邊的村民死傷數有點嚴重 10到5隻村民了 那Hera這邊現在只死了2村 現在是村民數22打19村 好 前期應該就差不多這樣子了 但Hera這邊沒有想要放過YO的村民 繼續補了一些城門 想要讓YO的村民繼續走遠一點 這裡要再補一個 哇 這裡村民一直被追著打 哇 世界冠軍村民 本身就是一個戰鬥單位啊 好 這裡村民往後打 欸 這隻村民要趕快回來了 哇 這根劍塔好像又要被蓋起來了 好 但這個地方可以拉一隻村民去戳他 這個地方可以進去 欸 欸 欸 要不要走到這個坎坎裡面 好 右邊還在打 好 直接打破 繼續守司劍塔 哇 這根劍塔已經來到了70% 但是跨被守司要記得取消喔 YO有取消嗎 我們來看一下回放 YO沒有取消啊 這個劍塔直接被拆掉了 哇 沒有回收這個劍塔資源 雖然是30%能回收的資源也不多了 好 大概三四十個石頭 好 那下方這裡看起來 YO沒有要停止劍塔攻 那在前面轉了一個軍營 HERA這邊順利轉出了馬柱 開始要來轉洛馬 這邊洛馬還是有點想法在 好 這邊要不要先一個槍兵 先一個槍兵比較好 洛馬要小心被集火 然後血量會掉很快 HERA這裡沒有時間去控這隻洛馬 現在在控什麼呢 好 在控家裡這一坨村民還在打 怎麼打到人家的城鎮中心裡啦 哇 現在看到YO家裡有很多殘血村民喔 目前看起來YO的村民處還是落於HERA這邊的 HERA這邊還是有領先優勢的 好 那不管 挑戰的人就是要塔攻 不能用幹嘛 直接把這個文明當朝鮮 還有當這個西西里再玩 其實能打塔攻的文明有很多喔 不一定是只有這些文明能打 像其實有一些 這隻村民 直接點掉 像是維京人啊 步兵有加成的賽爾特 這種前期打裝甲塔很厲害的文明 都可以拿來用 日本也可以考慮 但是現在高手們打裝甲塔的這個頻率越來越少 最主要是因為高手都知道怎麼打這個裝甲塔 好 這邊兩邊快攻 好 槍兵血量有點低 還在落 還在落 槍兵直接被擊破點掉 槍兵 撞到城鎮中心拉走 YO這裡 是繼續想要打塔攻 但Hero這邊沒有轉弓箭手 反而是讓我有點意外的 因為槍兵可以很輕鬆 守護這些村民喔 刺頭的話 這裡是不要去打前線是最好的 然後去他家裡繞 是首選 那如果真的要打正面的 對方的村民的話 這個塔攻村民 轉弓箭手可能會更好一點 畢竟村民可以第一時間用這個全套集火 有 被戳到 哇 Hero這邊很虧 這個刺猴一直想要去抓 但是沒有機會 大家這邊快樂怎麼一直這樣子繞 是為了要吸引對方的長槍兵喔 因為如果長槍兵不讓他過來的話 他會一直戳這邊的村民 村民被戳久了還是會掉血的 好 Hero這邊繞一繞之後 決定不離了 趕快去繞幹 打YO家裡 好 這裡 繼續繞一下 好 這裡村民 小心 很痛 這個雙倍 瞭望塔 輸出很高的 好 讓大家更多村民進來 趕快修理 村民去扁下村民 哇 這裡要把這些木牆點掉會比較好 好 大家一直在修 努力修努力修 村民被打噴了出來 正面打過來的結果是 Hero的村民開始下降了 YO這邊開始有反打的跡象 還在打還在打 一直修 快要把這個劍塔給修回來了 YO這裡 打得很不錯 而且槍兵越暗越多啊 哇 這裡四隻赤猴 還在這邊想要去幫忙正面 但是正面的槍兵實在是太多了 這個槍兵沒有要停的啊 好槍兵又戳到肉麻了 哇 這個肉麻血量掉很快 好 Hero這邊是 偶爾會拿一些村民去打槍兵 但是自己村民的損傷 越來越多了 YO的村民術正式反超了Hero Hero Hero這邊打一個措手不及 這裡 赤猴 做不到太多的事情 有出跟沒出一樣 好 這邊槍兵想要修操作 戳啦戳啦 戳一下往後拉 戳一下往後拉 就可以戳到非常多的肉麻 YO這邊的細節控制還是非常漂亮 哇 Hero被打回去了 本來是 Hero領先 Hero領先 現在是YO反打成功 這一波 YO打的實在是非常精彩啊 好 YO這邊塔弓勝利了 開始往前 那Hero這邊沒有轉弓箭手 就 真的蠻奇怪的 我覺得是蠻奇怪的 正常來說 出弓箭手 會比出弱馬的控制力還要更少 好 弱馬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比弓兵還難控 因為你要去躲這個槍兵的傷害 是很難躲的 你看 別的Hero都差一點又要被戳到 好 趕快繞一下 這邊想要修操作 抓掉這隻殘血的村民 但是槍兵一直在防守 好 砍到一刀 操作秀起來 好這一村拿到了 好 OK 這就是我說為什麼 弱馬控制力更麻煩 這個手術真的是要比弓兵牌要多 有點打破大家對弓兵 跟弱馬的這個操作認知 其實我覺得騎兵的操作 更需要控制 遇到對方有出槍變情況 好 那這裡Hero是決定要往後伐木 跟踩石礦 那這一村補下射箭場 這裡有射箭場 好才可以阻止YO這邊繼續進攻塔工 好那這邊農田可能會有大半會被控制住 這裡看要不要補一根新的箭塔 把這個黃金礦稍微控制一下 那在石礦的地方可能要先補一根箭塔 右邊這裡重新補下採礦地 好這裡YO 家裡一直被繞 但是 防守還做得不錯 都把支援點給圍起來 而且槍兵有在家裡繞 後面槍兵也是趕快回家幫忙防守 但這裡果子有個洞 欸沒有抓掉 哇 Hera這邊有點尷尬 想把自己圍起來 但Hera不管直接上去 就是一刀砍死 後面的槍兵也是回頭 馬上收掉 好結果這裡是YO要蓋一個新的箭塔了 YO的石頭還差10個 現在石礦工只有兩個人在採 一樣有個人在補牧牆 好那這邊轉出工兵來之後 Hera家裡 暫時用箭塔防守 工兵 欸 工兵也出來了 好那這邊工兵就可以趕快來防止對方 繼續來蓋這個箭塔 好那有工兵之後 洛馬就可以考慮回家了 因為洛馬這時候回家 是可以抓到對方村民的 洛馬已經回來了 呵呵 剛剛打完就來了 好右邊這個箭塔 趕快收村進去 好裡面直接把裡面村民打噴出來 然後再用洛馬工兵全部收掉 這就是阻擋對方塔攻最好的方法 直接轉工兵 後面再轉洛馬也行 Hera的順序不太一樣 先轉洛馬 被建議人家要有手術啊 好這邊補一個沙門 直接預判你的撤退位置 但是Hera沒有繼續敲下去 原牌後面被這個箭塔給射死 哇這有點小小可惜 這個就是連環塔最麻煩的地方 那條頓的箭塔裡面有塞10個人 可以射出8隻箭矢 很可怕一般都是只有5發 好那這裡Hera是暫時被 被反打了回去 所以沒有辦法阻止這一波的村民進攻 那這裡箭塔可能會再繼續插了 YL這邊要盡可能的繼續插箭塔下去 這裡停止箭塔塔攻的話就會輸掉 那這邊現在YL打得比較謹慎 一直是有打連環塔 好這邊赤頭往後拉 好第一時間收掉了這些槍兵 但是肉麻也損失非常多 又有一隻肉麻要死 哇這裡肉麻死了有點多 但是現在YL家裡也沒有辦法可以擋住了 這些工兵加肉麻 趕快補一個射箭場才有機會擋下 這邊想要進來阻止對方蓋射箭場 但是YL沒有要理的意思 好這裡新的箭塔又蓋好了 拆除掉這個農田裡的箭塔 好這邊看一下 這邊想要進攻 兩隻工兵要保存好 現在YL是可以拉臭名去直接反打了 但是這邊赤頭有高地優勢 工兵往後拉一下會比較好 哇被扁到地一下 工兵死去 剩下一隻工兵 現在YL 喔 聰明似乎很多有點小小優勢 但是工兵已經被毛兵給盯上了 這邊聰明可能要直接應換 好收掉這隻毛兵 但是臭二猴又被抽到了 哇這個槍兵真的是好煩啊 控制力真的要很好啊 才可以秀得好 好YL這邊轉出毛兵之後 可能還會再補一個弓箭手 好 還是轉一些弓箭手來打 哇這個頭毛沒有出去 好但上方的箭塔一直往前 但弓箭手在這邊準備好了 你敢過來插塔 我弓箭手就在那邊等你 但這邊也只射掉了一隻村民而已 YL的村民損傷並不多 好會有二的兩隻弱馬 再往前想要收掉 但是YL這邊的兵一直在往這裡補 好再戳掉搞定家裡的問題解決了 現在HERA家裡被當成香爐啊 一直插一直爽啊 被插了四根塔 而且都是連環塔 連環塔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環環相扣 沒有辦法直接上去手A喔 上去手A鍵塔 有可能A到自己頭破血流 好那YL這裡已經控到了非常多片農鐵了 這裡少說至少碰到六到七片田 七到八片田左右 所以已經賺了 要把它算一下 六八四十八喔 四百八十木頭 就這樣賺到了 好那這邊射箭長三隻弓箭手 還在裡面 在等著你敢過來 我弓箭就敢出去射你的蓋塔村民 玩到這邊看起來是沒有打算要繼續進攻 因為這邊有看到四箭場 知道自己在繼續進攻可能會有點吃虧 待會HERA上城堡時代 城堡第一根箭塔 這個第一根城堡可以蓋這個位置 這裡稍微蓋一下 蓋這個位置感覺還不錯 但是這邊好像被射到 這有點尷尬啊 這個TC的位置都會被箭塔射到 好這裡有一隻弓兵 加上兩隻弱馬 繼續騷擾 好這邊洛馬第一時間去攻擊毛兵 毛兵現在沒有辦法反擊 但是這邊槍壁戳到了 哇這一戳下去又賺到了 好這個槍矛過來 這裡騷擾就沒有辦法進攻了 好兩兵都點下了城堡時代 YO這裡 石頭骨不夠多 所以待會也不能插寶 好 好 HERA這裡是 支援量還蠻多的 待會要開3TC的話也可以 但現在這個情況開3TC會有點危險 看要不要補一根寶 然後轉出馬功了 轉這個蒙古圖祭 或者是要轉這個 衝車 去拆這些劍塔 但我覺得衝車可能沒那麼好 投石車的話應該是首選 好升到城堡時代 YO這邊 有動作 HERA這邊也有動作 兩邊都有大動作 這邊YO先預判了對手 我這邊直接蓋一個房子 阻止你蓋寶 結果直接蓋在後方 看來這根寶還是要蓋起來了 好不然要看到這個情況 只能往後撤 但還好這下面這三根劍塔 還可以繼續控制當中 好城堡該好 要不要按蒙古圖祭呢 那其實這裡有個特殊打法 就是按自爆兵喔 為什麼會有自爆兵這個選項 這個說來好笑 就是有一位 新手玩家說 為什麼遇到塔供情況下 上城堡時代史不按自爆兵喔 最主要是對手 都會即時收村 然後去設自爆兵 但如果對手是很菜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收村 反殺自爆兵的話 那我覺得是可以按的 以打新手來說是可以 但是打高手來說 你的自爆兵可能會變成煙火一樣 很容易就 突然蒸發 所以打蒙古圖祭 還是可以給到對方極大壓力的 而且對方就是條盾了 特別害怕箭矢 好 條盾人這邊有優勢喔 2加1的騎士鎧甲 好 但是遇到箭矢就沒轍了 好 先抓掉殘血的村民 村民先點掉 OK 全點完了 這裡只剩下 騎士要解決 好 我要這邊騎士按得有點痛苦 這裡要趕快多撒一點農田 他把他偷開個TC 開在這個金礦位置 他這個金礦都是高地喔 沒有辦法自常開TC 好 右邊的騎士總共被蒙圖給解掉 蒙圖祭在這個時間點 打條件人是非常好打的 條件人要反擊蒙圖祭只能轉戰毛兵 所以 HERA這邊轉蒙圖是首選 那待會看到一堆毛兵的話 就要轉草原騎兵 或者是轉這個大漏馬 清騎兵也行 那以乘出這種階段來說的話 我覺得草原騎兵是勝過於大漏馬 不是大漏馬 喜歡把這個漏馬講成大漏馬 因為這個時間點 你需要更一些強力的黃金兵種 去幫自己撐住正面 你的黃金投資一點少量的 卻可以幫你守住大片的領土 其實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哇 這個魔族真的試的好快 那為什麼是後期轉肉馬 後期就不需要黃金兵了嗎 其實不是這樣講 因為後期黃金少 需要把黃金用在更需要在地方 那像這個層出的時候 為什麼要暴起一次 就是要讓自己的黃金龍 轉出最大的戰力 去防守跟進攻敵人 會更好 好 那我要這邊是3TC開下 HERA這裡是單TC 出蒙圖 那單TC出蒙圖 之前HERA有表演過 連世界冠軍 Viper 單TC出蒙圖的情況下 聰明術都會被打出一倍的差距 所以HERA這邊聰明術可能會被反超 那防守方的話 就比較簡單了 就直接出戰毛兵 然後二級防 好 點一點就可以去防守蒙圖了 只是戰毛兵的防守布局 要稍微思考一下 好 還有點下這個彈道雪 好 這裡少量蒙圖 又抓到兩隻村民 好 三隻戰毛 好 現在HERA這邊有彈道雪 非常準 沒有二級的工兵鎧架 被蒙圖射還是有點痛啊 好 當然這一桌蒙圖暫時解不了 哇 我也會被點爆啦 3TC開下去 結果村民越開越少 這裡可能要先稍微斷村一下下 不然是用買賣去補更多的戰毛兵 好 這裡趕快買賣 買一下肉吧 好 當然HERA這邊也是有在控制這一塊區域喔 一直想要阻止Y.O去蓋這個箭塔 一直有村民來蓋 好 但感覺蒙圖已經 完全壓制住了 Y.O家裡的經濟狀況 好 這裡有魚肉兩尊 又要被抓掉了 好 Y.O點下了工兵鎧架 突然意識到戰毛兵太軟 好 再補一個射箭長 OK 稍微買賣一下 買了200肉 這個黃金放在那裡不用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該買賣的時候還是要得買賣的 好 那下方這裡開始守護起來 左邊找個機會蓋個房子 把他圍死 那Y.O就只要鑽住守正面這個區域 跟右邊這裡就行 但Y.O這裡現在沒有足夠 戰毛兵沒有機會可以把左邊圍起來 結果這裡有點危險 好 這邊 Y.O轉出了騎士 想要來拆衝車 但衝車還是被修了起來 HERA這邊衝車 守得還算幾死喔 好 戰毛兵開始壓制住了 哇 當然是殺到幾隻村民 現在Y.O的村民術只有54村 HERA是61村 還是反超Y.O的 Y.O這邊村民術慢慢拉起來 但是HERA也轉出了3TC 兩邊都是走一個邊打邊擁的路線 但Y.O這邊是 HERA這邊是有轉出3TC的 並不是單純出蒙圖而已 但還是有留後路給自己 蒙圖要是擊殺效率不好 可能會越打越差 好 正面前方的劍塔 就可以完全搞定了 好 這裡拉了幾隻村民 趕快來拆除這根劍塔 這根劍塔是96.97 好 找一騎兵過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家裡的狀況如何 好 這邊拉了一隻蒙圖 偷射一下實況弓 這裡拉了更多的村民想往前 應該是想要蓋城堡 但是以Y.O現在的經濟狀況來說 要往前蓋城堡 壓力非常大 而且沒有足夠的兵力喔 這裡騎士一出來 想要拆掉衝車 有機會 好 但是有更多蒙圖過來了 那這裡怎麼辦 怎麼辦 原地劍塔 哇 這裡村民跑不掉了 蒙圖大軍來了 上帝之鞭 哇 調動人爆炸 歪歪 這還真大嗎 歪歪 答錯了GG 心態招列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這裡 哇 HERA的蒙圖 控的很有藝術感 他不會把整坨蒙圖 就是一起 集火 他會分成兩P 慢慢射慢慢射 兩P控 就不會集火同一隻 讓馬功輸出傷害最大化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是由HERA拿到比賽勝利 這個資源贏了3700啦 果然啊 這個進攻方的成本 總比 遠比這個防守方的成本 還要低很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記得按讚 我們可以 Kathleen deb 記得按讚 doch